好,我們問一問消息股份 1359就是中國信達 消息面就說到 他們就出資60億人民幣 去營救重慶的螞蟻金融20%的股權 其實完成那個交易之後 他就持有重慶螞蟻金融24%的股權 其實是第二大股東來的 看到中國信達今早就現在升兩成了 Carson就問還有沒有得去呢? 我猜他就未必有貨的 那你怎樣評價中國信達呢? 始終都是一些消息面方面的炒作 還有他是第二大股東 最大股東仍然是阿里 所以相對上來說 都要去看後續 阿里是否會和內地的監管機構方面 協調方面會比較好 因為剛剛公信部出了 有一部份交易又停止了 暫時終止了合作 這對於阿里來說 都是傾向負面消息 所以會不會投射到螞蟻的業務上 可能都會有些阻滯 這也是值得大家的關注 還有你也看到 雲達今天的股價是出了一支揚足 不過上影線比較長 所以不排除一會縮下的時候 可能連一個半這個位置都未必受得住 所以如果追入 我自己覺得風險上會比較高一點 比較安全一點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介乎一個四毫半到過半之間 來吸納 就會比較適合一點 始終都是消息主導 來推動股價有一個好的表現 如果一抽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它在今年來講 順帶股價表現都不太好 在投資之前都要考慮 好啊